茉莉花素有人间第一香的美誉,作为福州的世话,当地人对茉莉有着独特的喜爱。 茉莉代表的不仅是香气,更是一份记忆的存在。 在福州,调香师郭斌利用鲜有人知的古老调香记忆,成功制出天然茉莉花糕,并成为该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。 日前,记者在福州约访了郭斌。 见到郭斌的时候,他正在暗台前录制着视频,介绍福州的茉莉花茶、茉莉花糕及制作记忆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许多身在海外的茉莉花爱好者无法来到福州,郭斌便用这种方法向他们推荐着福州的茉莉文化。 今年60岁的郭斌,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科班出生的调香师。 1978年,郭斌进入福州香料厂,当时厂里调香人才齐缺。 1980年2月,上海青工业专科学校招收首届调香班学员,郭斌通过考试被顺利录取。 但是,因为调香班的嗅觉考试很难通过,直到1981年2月招满32人后才开班。 三年后,郭斌从调香班毕业,回到福州香料厂当调香师。 直到1993年,福州香料厂改制,将天然香料的产业链外移后,郭斌便开始尝试手工提取天然茉莉香料。 如何再把这个茉莉的茉莉的茉莉给它保留下来,那么正好我们是地道的福州人,从茉莉到福州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,那么茉莉作为茉莉物质来讲也有近千年的历史。 那么作为我们家族也接触,也做过这种记忆,所以我就想如何把它这种传统的家族传承的记忆,跟我后来作为调香师学的这种记忆,如何把它做得更好,更完善,所以就开始重新撕起这种传统的冷吸法记忆。 郭斌打开一瓶茉莉花糕,取一小块涂在手背,细细抹匀后,鼻尖不用靠近,就芳香扑面,轻音淡雅。 郭斌告诉记者,一瓶几十克的茉莉花糕需经过十二道严格工序,采用最古老的冷吸法,用山茶油等植物油脂为基底来制作天然茉莉花糕。 这个叫冷吸法自相原理,就是说它的原理是青铜纪时代古人已知油脂西相的原理,那我们现在的下面这一个就是油脂,那么在这个木框里头,我们把花铺在油脂上面,当花的方向物质,就是会被油脂吸收,这个就是方向物质进入到油脂的过程,这个就叫冷吸法。 一个完整的吸收到饱和的,要撒至六遍。从原材料处理到最后的产品,头部要花将近九十天的时间。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改进,郭斌将茉莉花香与植物凝脂最大限度地融合。 如今,郭斌的这套福州茉莉花糕古法制作技艺,已列入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他也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。 一个就是做中国的,第二个做天然的,第三个做狂暴的,把这三个理念放进去。 那这个既是对传宗的一种尊重,也是一种致敬。 所以我们也碰到法国的条杉斯,想了解中国味道,他来到福州,来到福州了解福州茉莉是透过什么方式呈现的, 他的文化是如何呈现的,他的记忆是如何呈现的。 沉迷于相逸四十余年,郭斌对茉莉花的感情始终如一。 采访中,他也一直说着一句话,一朵茉莉,一生茉莉。 在他看来,一生只做一件事,是极致匠心的必备品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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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们必须按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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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